好,來,3、2 大家好,這是報道全世界,我是鄧惠文 今天很特別喔,我們來到行政院 我們來訪問我們的數位政委唐鳳 唐鳳政委,你好 大家好,我是董鳳 喔,我叫董鳳嗎? 董鳳 我今天要問幾個問題 來作為我們跟聽眾朋友一開始介紹您的暖身 首先我想請問你喜歡你現在的工作嗎? 當然喜歡 怎麼說 因為我的工作現在就是在各種不同的立場裡面 試著找到共同的價值 政務委員就是協調各個不同部會 每一個部每一個委員會都有自己的立場 不然就會被阻改合併掉 所以我們在政務委員在行政院院本部的這個工作 本來就是我最擅長的這樣子一種調和共同的價值的工作 是,您進入所謂的 政府工作之前 其實大家對你的了解是 你是非常愛好自由 然後你也主張自由 所以本來有個想像 例如說四年多前 會想像說 你也要進入政府體制 結果沒想到 你不是進入耶 你是完全顛覆它跟改變了它 這是你本來就有預料的嗎? 確實啊,像我當時加入行政院的時候 有三個工作的條件 第一個也是大家 你說你旗熱三個條件 對,勞固協商 對,那我工作條件 第一個就是我在任何地方上班都叫做上班 所以是可以遠距工作 那雖然當時媒體都說在家工作 但其實我是在尋回全台灣 甚至全世界 那我們在尋回全台灣的過程 就比較可以把中央政府的朋友的這種想法 以在地的實際的需求出發 就不是大家關在台北的辦公室裡面 看一些A4的簡報啊,投影片啊這些 而是真的去走入這個在地 所以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工作這件事 我覺得就不會是好像進入政府就被關在裡面了這樣 那政府裡面的所謂結構或是人際關係曾經給你任何困擾嗎 對啊,像一開始就是每個部會所謂本位主義嘛 我一進政府就碰到一個案子是電子競技 就是有一些朋友他很會在就是電子的賽事上面一些運動啊 去像LL之類去進行競技 但他們發現說他們要辦一個比賽 連選手的簽證都發不出來 也借不到場館 因為文化部說這個不是傳統文化 應該是體育署 體育署說這沒有動到身體 應該是經濟部工業局 工業局說我們是做軟體的 不管運動員 這應該是文化部 這個好熟悉喔 對,常常有這樣本位的狀況 所以後來我的處理方法 也就是我第二個工作條件 就是我主持的會議 每一字每一句 所有這些論點我們都公開上網 那公開上網之後呢 就會有一些鄉民專業的這些PTT啊 Mobile01啊巴哈姆特啊 這些討論區的朋友看到之後 他就會提出很創新的論點 好比像說就有一位PTT的網友提出說 他認為圍棋是一種電競 因為圍棋都是透過網路下 而且機器下的也比人好了 所以他認為說它是回合制的電競 那文化部本來對圍棋選手 教育部對圍棋選手 就有一些方案 他只要稍微擴增一下 說他是文化技術表演者 那這樣不是回合制的 別的電競也可以套用 說不定這位朋友 因為他是匿名的啊 有一個代號 我也不知道他是誰 說不定他其實是承辦人 也未可知 但是他的想法 我們就可以透過這種公開的方法 帶到政府裡面了 所以我可以說其實你是用公開或是民意這樣子的支撐 來作為你不被政府原本的全市架構控制的一個力量嗎 對就是鄉民的力量 簡單講就是鄉民的力量 這個就是你所謂的增幅的概念嗎 任何人他提出一個想法 不管是說圍棋也是一種電競 或者是說電鍋可以拿來乾針口罩 或任何的這些想法 我們作為政務官 就是把他的這個創新的想法 增幅到全台灣都知道 慢慢的就變成一個大家都習慣的事情 所以像電競選手是一種記憶文化的表演者 我們只協調了三次 大概兩三個月就解決這個問題 那鄉民的力量真的是很創新 那其實唐政文我想問你 你從小應該就非常熟悉你做事的方式跟別人不一樣 因為你從小其實學習就跟別人不一樣 那你現在擔任這麼重要的位置 然後應該是不只是全台灣應該是全世界的人都仰望著你 然後對你有很多傳說 認為所有的困難只要找你出來呼叫你就像超人一樣會解決 你對於這樣子的形象感覺如何 我覺得是很欣賞這種好像二次創造的這種感覺 你是說欣賞你自己嗎 我欣賞他們的創造 我欣賞他們的創意 對 就是好比像說 像在日本嘛 是把它叫什麼IT大臣 但其實IT是資訊技術 我們已經有科技部了 而且我們是民主國家 是直接民權的共和國 其實沒有君主 所以也沒有大臣 所以IT大臣這個字在台灣是不存在的 不成立 但是在他們那邊就好像西遊記裡面的悟空 跑去七龍珠也變成悟空 名字一樣 但是他們是自己的創造 那為什麼要創造這個 當然是希望激勵他們的內閣 他們現在也要設立數位廳 也要做行政改革 所以這樣子一種動漫角色的唐鳳 感覺上可以給他們一些動力 那跟我本人沒有什麼關係 我就是欣賞他們 那您本人是怎麼樣的 跟他們的想像中的唐鳳有距離嗎 當然啊 完全不一樣的 就像剛剛講到的 我是政務委員嘛 不是大臣嘛 那我的工作是數位 是把人跟人連結在一起 不是IT IT是把機器跟機器連結在一起 這個很重要 因為你知道嗎 你每次接受訪問 你知道鄉民都會說什麼嗎 說你那個思考的濃度跟速度 我們都要放那個 0.25倍 對對對 才可以慢慢的了解 所以我要把你剛剛那個 稍微解鬆一下 IT是把機器跟機器連在一起 可是你做的是數位 是把人跟人連結在一起 數位就是不只一位嗎 很多位嗎 我們現在透過直播 也可以在很多個地方出現 是 不過那個 你說你自己本人做的這個事情 跟大家想像的不一樣 那你的個性跟大家想像這種超人啊 天才啊 或者是使命必達 然後絕無妥協有沒有差距 其實我想絕無妥協 這很可能是反差最大的一個地方 因為其實我剛剛這樣在講電競案的時候 其實我的重點就是我可以選每一邊站嗎 我可以從文化部 可以從體育署 可以從經濟部的角度來看這件事 但是呢 那我可能比較不一樣的是說 我也可以從鄉民的 從電競選手的 從國外的很多角度來看同一件事情 那選每一邊站 其實最後凝結出來就是共同價值 也可以把它叫妥協沒有問題 但這個妥協是一個比較全面的妥協 不是只有兩方中間 然後取一個中間點那樣子的妥協 所以它是有創新性質的妥協了 所以我是常常妥協的 沒有絕不妥協這樣子 所以你的妥協其實是一個蠻超越的意義 你如果以我了解而講 就不是在對立的兩方 只選一邊這邊那邊或是站中間 而是你會找出創新的方法來超越 對就是我常常舉例就是 我們一邊是歐亞大陸板塊 一邊是菲律賓的海板塊 那每次撞擊的時候 就會有所妥協就會地震了 那地震的時候我們防陣結構好的話 每一年玉山都往上兩三公分 就是那個增加 所以是往上 對往上 所以你這樣講看 你並不害怕對立跟衝突 沒有那個就沒有創新 OK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的唐鳳正偉是這樣 不過我最近收到一個很大的禮物 就是這算是你的自傳嗎 不是欸 被訪談的 這是訪談的 作者是邱美貞跟曾仲蘭老師 我沒有收版稅 那你沒有收版稅 而且他在日本出版的時候 我也沒有看過內容 那這裡面 日本三本書都是這樣 這裡面有沒有你不同意的內容 並沒有什麼我不同意的內容 但是很多是他們的角度 就是對於同一件事情 大家會有不同的詮釋 好比像說裡面寫到說 我很在意那個準時時間 等等 但其實是因為我跟他們訪談的時候 那是我工作 但是很難解釋成說 我下班了還是 就是一定要自助避教 每一分秒避章 不是這樣子 我懂我懂 那我只是想確認一件事 就是這本書最後面的結論 就是每天一定要睡滿八小時 這是我寫的 這真的是你的意見 你如果不睡滿八小時 會怎樣 如果沒有睡滿八小時的話 我前一天接收到的事情 就沒有辦法完整的寫進我的長期記憶 就是沒有辦法完整的消化 所以這個是你非常在意的事情 對啊因為我的工作就是要看各個不同的角度 那我如果睡足了醒來 才有剛剛講的那種由創而新嘛 就是創新的那個高度 但是如果我沒睡夠的話 那我不免就是只能考慮其中一部分 沒有辦法全面的考慮到 從小就這樣嗎 對確實是這樣 幾歲的時候你就會發現自己的 可能有記憶的時候就發現吧 就是我看書如果熬夜然後睡不夠 其實看的那本書等於沒看 已經還回去了 那就是沒有辦法記得 那有睡夠才能記得 所以你是很應該說是很有意識的 在注意你的腦力跟自己的狀態的運用 這是一個有意識的主意 就是天才的腦也是要維護 當然任何的腦都是要維護 因為我們比較 我們有時候以為天才的腦有點不一樣 是是 也是要維護 都是這樣都是要睡夠 那你小時候 這裡面有很多你童年的故事 其實大家也都在很多訪談當中 看到你童年的事蹟嘛 你被稱為傳奇 因為你的應該說是智能跟你的學習態度 你的也許個性吧 都沒有辦法放在那時候傳統的教育裡面 那時候你自己曾經懷疑過你有沒有問題嗎 還是你一開始就懷疑體制 我想因為我念了三個幼稚園 六所小學 一年的國中 國二就輟學 所以我想我隨時都是在一個 不是體制裡的感覺 因為每一個班級 每一個學校 我最多就待一年而已 所以這個時候 通常我這種格格不入的感覺 到最後我已經習慣了 變成覺得說本來就是都是專學生 本來就是班上的同學 本來就有他們的社會脈絡等等 那我本來就一直是一個 好像有點局外人的那種感覺 所以並不是說一定我有問題 或這個班級有問題 而是說我跟他的距離 至少從小二開始 就一直都是保持一個比較長的距離 那個距離裡面有些什麼 好比像說像我小一的時候 書裡面可能有提到 就是說老師在教一加一等於二等等 那我就舉手說那這是十進位嗎 還是幾進位呢 二進位的話一加一會是一零 就不是二啦等等 小學一年 對 那所以當時 等一下等一下 我放0.25倍下 你們大家一起聽一下 二進位的話一加一不是二 是一零 因為只有兩個數字可以用 對對對 對不起 因為我的速度比他慢一點 就是一個好主持人需要的 我要比你們慢 然後你問老師 然後老師怎麼說 老師就說以後數學科 你就去圖書館 就不要再來上數學科了 那你有感覺到你怎麼講 offended 就是你有侵犯到老師的權威感嗎 當然一方面有這個 那二方面也是有一種 好像敬而遠之的那種感覺 有被懲罰的感覺嗎 就是會有一種 好像從團體裡面被孤立的感覺 就好像你打擊率太高 我故意撕壞球把你保送了 對 對這種感覺 那對你來講 能接得住你的老師或大人不多 對不對 其實也要看啊 好比像說如果我是小二 但是跟我相處的是可能高中的數學老師 那我當時的題目他大概都接得住 所以主要還是要找到正確的那個年齡層的同償 那你就沒有人家當小學生的時候的那種幼稚狀態過就是 就比較少 時間比較少滑在那個上面 那就就是大部分 你後來去趕去圖書館 不要說趕啦 請去圖書館 敬遠去圖書館 你就在那裡讀了很多很多的書 對啊 然後反而讓你找到了你自己思考的世界啊 包含個人電腦的書啊這些 我又有聽過啊你那時候看到的是那個 嗯所謂basic 那時候最早是basic的程式是嗎 那你就真的沒有上課沒有人教 你自己研究出來的 對我就拿一張A4紙嘛 然後底下用原子筆畫鍵盤啊 123456QWERTY啊 然後在上面用鉛筆寫那個電腦的反應 所以還沒有第一台個人電腦之前 就已經開始試著寫程式這樣 你就看著書然後自己去寫出來 然後很快你就超越它了 沒有很快只是我家人終於受不了 就幫我買了個人電腦 對但是我們也有個人電腦啊 可是我們始終沒有對寫程式有什麼突破 真的可以考慮用那個試算表 OKOK 試算表很容易 好那那時候你已經覺得這個應該說怎麼講 資訊的世界會是你嚮往的嗎 是啊 它為什麼吸引你 對因為我很喜歡數學 但是我算數相當的不行 我用長處法中間可能犯很多錯誤 所以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有一個計算機 它不是像一般按鈕的那種計算機 只能做簡單的四個運算 而是我學得到數學理論 我都可以把那個架構在裡面建築出來之後 它都幫我去把運算的部分都做完 那就好像騎上一台腳踏車 就是很省力的這種感覺 你覺得非常省力的事情是非常多人不太了解的 其實我們的聽眾朋友的年齡層相當的寬 本台的聽眾朋友有很多其實是年紀蠻大的 就所謂不是網路世代的人 其實我在想聽眾朋友們聽你在說這些事情的時候 可能也幫助大家去想像說我家裡面的這個特別的孩子 或現在的年輕人他到底黏在那個機翅前面在做什麼 不過真的有些是超乎我們的想像 我們休息一下 好 OK嗎? OK嗎? 速度可以嗎? 可以 可以 後續放難 我覺得這台放這邊會比較方便看 我真的 我上次你跟博恩講話真的 我同事傳來說你可以放0.75倍 我說誰要0.75倍 你有辦法聽懂 不過那是節目效果 博恩在後台就要我講越快越好 是 這樣就好 這樣就好 這樣就前面一段 好 我們就前面一段 好 那我們就第二段 第二段11分鐘 好 OK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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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幫我按一下 他也沒有可以寫 等一下等一下 先進去先看 好 他也在開 看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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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要看器 看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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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過了嗎? 看了嗎? 你們先聊一下吧 好 就是不是瞬間就會開好的意思 好 太緊張了 OK 機器太緊張 機器緊張也是你緊張 被腦波 機器吸收了我的緊張 被腦波攻擊 真的 為什麼用鋁箔紙包可以更容易被控制腦波 它是有點像以前無線天線如果不夠強 會有人放那個pringles的那個眼片罐子 它是類似一個天線的 就是波束成型的那個感應 不然我們也還有一機 我們可以貢獻 對對對可以支援 支援 我們這邊最不缺就是錄音機跟收音機 不是啊 支援卡跳出來了 喔 是支援卡跳出來了 那為什麼被按到呢 可不可以用休息時間問你一個小問題嗎 當然啊 你很早的時候 就有整理過 例如什麼 榮格自傳的書品 是啊是啊 所以後來你為什麼選擇精神分析 也不是榮格分析 嗯 因為就是碰到的那個 Bear Bashing Style 是APF的分析師 就碰到誰是誰 就這樣 也就是說沒有 沒有在 對 我當時連APF到底算不算他的剛學會 他都不知道 我沒有 對 因為 我在想說 我看你的那些歷程 我想說 那 比方說我自己也是從今的分析開始 可是我後來就會有一些地方 會讓我覺得 不是To my heart 到最後會有一個那樣的地方 然後在那些因緣機會上面 就是轉到 如果想像說精神分析有什麼 而且後來我的APF的分析師也說 我們透過視訊做這種 他也不覺得叫精神分析 他是另外一種別的東西 那你同意這個說 同意啊當然 連你都同意 連你都同意 因為多了一個他者 就是多了一面鏡子 那個多了一個個體 我如果連你都同意的話 因為現在這是一個最熱烈的 他有療效 但他的療效的運作機轉 跟傳統圖點不一樣 嗯 其實我覺得這個 專業上我蠻想跟他聊這一塊 真的嗎 跟我們的族群可能沒有什麼關係 我們來用台語聊這個 另外就我們聊一下 這個就是這個 因為那個什麼心理諮商 什麼節 你有幫他們錄一個那個 對 我自己蠻想跟你談這個 沒問題 好 來我們來吧 OK 好 因為這是現在最被討論的議題 對 今年一整全世界的分析都在 對 因為COVID的關係 對 好 來 3 2 好 歡喜喜悅的看待大家的想像 對 但是他自己本人就是他自己 對 嗯 嗯 小時候的這些歷程讓你非常關心教育 因為你知道台灣的教育本來的狀態是有問題的 那你現在會推動教育上的什麼改革 我入閣 我入閣之後比較注重的還是終身教育 就是確保說大家 好比像說剛剛提到有些長輩對於手機啊 可能覺得比較陌生 那我們在各地的數位機會中心呢 或者原住民族的這些文件站啊 或者是做大學社會責任的這些大學啊 社區大學啊 就有責任 要讓長輩覺得說 欸這個數位的這個世界沒有那麼可怕 而且自己呢 好比像說用Line視訊啊 掃個QR Code啊之類 他不是非常要花很多時間 而是日常生活當中 你就可以試著做做看 循循善誘的這樣一些事情 所以我現在的工作比較還是在數位機會的普及上 在我入閣前 我是十二年國教科法會的委員 那我當時的工作 主要就是把我們在所謂實驗教育的一些基本想法 好比像說自主學習 是由小孩自己來決定他對什麼感興趣 而所謂的科目只是來配合他的這個興趣 所以他自己要解決問題 作為導向的教學啊 PBL這些想法 那這些想法 後來都寫進我們十二年國教的課綱裡面 可以說我們以前在教改的時候 要訴求的這些 而且本來是有點像是研究過程的實驗教育 現在從去年開始已經變成我們一般國民教育的基本的部分 那意思是說看起來你會希望減少那些制式的一定要怎麼學怎麼學的部分 然後讓每一個學生有一個可以自己自主的系統 就不會再用傳統的那種領域啊 學門啊去把它限制住 而是說他自己來決定他感興趣的方向 然後在解決這個問題的過程裡自然學到跟他相關的一些學門 那這個對老師來講要怎麼操作 實務上怎麼操作 實務上面 好比像說以前我像小學的時候 在小一小二他的現在叫生活課程 在當時是被切得很細 什麼音樂啊美勞啊 什麼質地啊 什麼摺紙之類 那所以就是全班都做一樣的事情 對 那現在生活課程則不然 就是大家有一些團體活動 但是也可以有一些自己創作的一些時間跟空間 每個小孩自己按照他的興趣按照他的才能 本來就可以去創作出不同媒材的這些活動 不會變成說這個小時只能做摺紙 那個小時只能吹子底的情況 那所以老師一方面他是一個觀察者 要去看說小孩對於哪些創作的素材有興趣 那二方面他也是一個引導者 就是給大家看一些實際的一些很好的作品 去引發小孩去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像這樣子面面人啊等等的 這樣子一種興趣 所以尤其是對低年級的老師來講 他不再是手上有標準答案 而是說他有很多他接觸的那種廣播的知識跟經驗 他只是帶領小孩知道這件事情 那小孩對什麼感興趣呢 是小孩自己的事 我想我們比較傳統的家長 可能會擔心或有一個困擾 就是說因為你們是天才兒童 所以拿掉了限制跟知識的東西之後 你們其實是可以伸展 然後自由獲得知識去發展 但如果是一般知識的孩子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會不會有所謂基本能力拿不到 或基本知識學不到的困擾 不過這是兩回事啦 就是說確實你要透過 比方說對數學的感受 數感量感 或者是透過一些基本的語文 包含鄉土語文等等 你才能夠去接觸 我剛剛講的這些創作的社群嘛 所以這些基礎的東西當然還是教啊 並不是不教 而且身上教的更多 但是主要的目的不是為了考100分 不是為了英文的文法100分 不是為了那個台語演講比賽第一名 當然那樣也很棒 而是說透過這些作為工具 然後去引發他對真正他感興趣的那個社區的事物啊 對環境啊 對這些的關心啊 所以那是所謂的素養 對啦 所以他內在的東西 因為以前常常就是會變成所謂競爭力 那尤其會變成人跟人之間 個體跟個體之間的競爭 那這樣子的做法其實是沒有什麼價值的 因為你在班上好比像說英文文法比別人都好 考了第一名 那又怎麼樣呢 實際上他並沒有因此變成 就是你自己因此可以多接觸到任何人 或者是創作任何東西嘛 他完全是一個人工的一個東西 而且像以前在小學二年級的時候 第二名的同學就一直很在意我第一名 是那個想要你死掉的那個嗎 對 千方百計要我轉學 那我也轉學了嘛 我轉學之後他真的第一名了 可是就對他到底有什麼幫助你 因為他事實上也 是沒有任何幫助 對 是沒有幫助的 那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你一定對於人家的嫉妒跟敵意很早就有體會 你是怎麼去克服這一些 就是看書 當時看了很多薩提爾啊 或者皮亞吉啊 或者是蒙特索利啊 在講就是小孩的發展的一些書 你作為一個小孩 然後你就看小孩發展的書 對 對 對 因為我想理解我同學怎麼變這樣 OK 所以後來從那些書裡我就學到說 原來不是他天香這樣 而是他的家長有那種成就焦慮 有人跟人之間比較的那種 好像一直很壓抑 然後希望小孩就是達成一些他自己沒有辦法達成的事情 所以那個小孩在這樣子的一個比較不良的框架裡面 把他的自尊建立在不穩固的人跟人之間的比較上 而不是比較穩固的內心的素養上 你很體諒耶 你很體諒別人耶 因為是他的結構決定的 不是他自己是壞人嗎 哇 你會希望大家都能用這種理解用來化解仇恨嗎 確實啊 因為不然的話我如果是要報復 就是像《基督神漢丑記》那本書 那時候我小學二年級嘗嘗看的那本書一樣去報復 那事實上也不會讓我狀況變好 就像他考第一名他其實也沒有變好 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我們不管是去報復啊去出征啊去貶低別人 到最後對自己都沒有好處嘛 真的能放下的前提就是要能夠了解嘛 那了解當然看一些心理學的書很有辦法成功 OK 所以我可以說你是一個有安全感的人 當然 即便經歷這樣多 可能正因為經歷這些 不然我也不會那麼早去看心理學的書 不過很多人經歷的這些卻變成一個打劫在那裡 就是創傷或是情結 他可能沒有辦法走出來 甚至會用這個來解釋他自己很多負面的行為 創傷跟創新不同的路 但是你是走到創新的那個角度 就去想說怎麼樣的教育安排 才不會讓我小學二年級看到的事情在發生 你的父母不太用權威來控制你 是不是 確實 從一開始就這樣 因為他們也很討厭他們的父母用權威控制 父母都一樣嘛 對 我知道您的母親其實在你很少的時候 他就因為摸索自主學習這件事 我想是你們兩位 就他的孩子帶給他的需求嘛 然後他也等於說 建構了非常好的自主學習的方案 等於發展他的教育時間 對他的教育時間 然後包括他寫書也影響了很多人 你們應該就是 怎麼講自學成功的很鼓舞的案例嘛對不對 那這個過程我想我想問你一件小事 我在維基百科上面查唐縫的時候 裡面我非常詳細你童年的歷程 包括你小時候喜歡求知 所以照顧你的祖父母有點招架不住 然後接下來就寫說 當時父母沒有辦法兼顧新聞工作 跟對你的照顧跟教養 所以經過家庭會議協商之後 決定母親持續工作教育你的人 你知道我要問什麼嗎 一般人的維基百科 不可能寫到這麼細節 一定都是寫說 因為唐鳳他求知欲非常強 所以祖父母沒有辦法助理 因此母親持續工作 特別會去強調這個家庭會議的過程 是因為要讓大家知道 家裡面是很平權或者是很民主的嗎 不過因為一個人不能編輯自己的維基百科 所以那些其實應該都是我母親的書裡面的一些摘要 然後這些摘要變成維基百科的內容 或者是基於這些書創作出來的新的報導 或者新的書 然後在這些就是公開可得的這些資訊 維基百科沒有original research 就是他不能自己想到什麼就往裡面放 他都必須要兩個以上的來源 那這樣的情況下 當然我覺得這個維基百科的作者是誰 他那幾個字的作者雖然我不知道 但很可能是因為關於我的大部分的報導 包含我們今天的對談 都是用沒有著作猜想權的這樣的方式 去讓任何人可以取用 所以他可以整段整段的複製 而不是說一定只能寫一句的這樣子一個摘要 所以為什麼會比較細 可能是因為關於我的很多活動 它都是開放知識 所以這樣的情況下 維基百科就很自然會變得比較細 所以關於你的一切都是公共財就是 因為大家對於你的歷程非常有興趣 而且這也是我想要鼓勵大家創新 對 那在你的記憶裡面 家裡面父母就是很平全的嗎 沒有原本性別的那個方向 對對對沒有這個方向 所以即便你們需要有一個人辭掉工作來帶 也不會很傳統的想那就是母親 不會啊 像我爸當時就主張應該是他 父親那時候主張應該是他 那你覺得這個對於你後來面對自己的 像性別啊 或者說對於很多社會上這一類事情的看法 是不是有影響 對可能會吧 因為從我的角度來看 我本來就不覺得說 好像一個人他一個時候 他只能是比較陽剛的或者比較溫柔的 你可以同時很就是很剛毅 但是你可以同時還是很有蜻蜓包容的能力 事實上這兩種說不定是互相加強的 對 所以因為我自己小時候在家裡是這種感受 所以自然就是覺得這樣不是比較自然嗎 你現在在填寫性別的時候還是寫無嗎 都是寫無嗎 也有時候是他一定得勾 所以勾的話有時候會兩個都勾 你的做法就是兩個都勾 因為不能兩個都不勾 對啊 那我們可以期待多久之後 你會改變這個世界 也不再會有性別欄 對 其實現在像我們入境檢疫的那張表 已經有就是男性女性 然後還有就是非二人其他的這個選項 所以就完全取消可能還有一段時間 但是多一個選項 這是目前已經有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你已經創造了一個新的格式跟新的改變 對對但你把舊友的取消掉也會讓一些人心裡不安全 對 所以我並不是倡議說要取消掉本來的 像我的辦公室就原來路三代99號的社會創新時間中心 就是每個人都可以去預約見的 每個人都可以來預約見我的地方 那我們就是在一樓一側是 就是男生的還有女生的兩間洗手間 那在另外一側是無障礙的還有性別友善不分性別的兩間洗手間 那這樣子就是大家最安心的一個處理方法 但是你並沒有倡議一定要用一個取代 一種方法取代就有辦法 就像飛機上只有一個洗手間 那是空間太小的 這是開放態度 好的我們再休息一下 我們接下來又來談數位身分證了 沒有問題 好 你覺得熱嗎 會啊但是沒關係 這邊是我們攝影棚啊 我平常並不是在這邊 所以你還是認為其實不管是老人家或什麼 還是應該要學習可以使用數位的 對啊對啊 像我們拿健保卡領口罩 或者是之後在便利商店可以插插 就是一個練習 而且有很友善的鑰匙或便利商店 萬能的電源幫他 所以這是不可能拒絕的軍事對不對 其實對很多長輩來講 他拿健保卡去林曼欣竹方簽 他也不一定要交給別人 他一次兩次鑰匙帶著他 對啊 對啊 還是要有人幫 不是說全部其實他自己來 就當然會有錯説 我們沒有修衛星紙 你也配嗎 沒有 沒有拍到 這個 這沒有拍到 你稍微按一下就好 OK 按光了 好 謝謝 好 來 3 2 大家好 我們又回來報道全世界 今天是唐鳳振偉來上我們的節目 剛才談到其實唐振偉有很多特別的經歷 其中在我們一般人看 是經過很多挫折跟困難的啦 霸凌也經歷過 然後因為是天才 有時候連老師 應該說是 在你那個階段的老師 不見得能夠教到你什麼 你可能要往上看 去看到高中或是大學的老師 但是這些似乎都在創新這個概念上 重新被統整為一個正面的態度 這也是可能很多人 其實會把你當成是 坦白講就是神一樣的人物 你知道很多人認為你是吉祥物 你知道嗎 就是如果看到你就會回去很興奮的 有有有 所以我今天可以得到一些那個 幸運的能量 是是是 這些過程當中我們聽到了 很多你是很開放的 你覺得不一定一定的 這一種想法要取代另外一種想法 就多一種 你並不贊同 因為基本上你並不贊同 例如說中心載智 你喜歡的是去中心化或是開放 或至少多個中心 多個中心或是開放 這都是很現代的一些概念 那你剛提到 在教育方面或是數位的這個更新上面 即便年紀大的人 還是要有機會讓他們在友善的環境去熟悉科技 就是親民共創 我講一個例子來聽聽您的看法 最近我看到有朋友 他去某種餐廳 那因為防疫的關係 有些餐廳點餐 就是要自己用手機點餐 要掃一個QR Code 進入點餐的網頁上點餐 那可能年紀有點大的朋友 就不熟悉 他就希望能夠有人工點 結果那個試者就態度不是很好 就是堅持叫他自己要弄手機 所以他在他的臉書上面 就PO了這樣的例子 然後就說 感覺科技好像讓人變得很不友善 那那個餐廳有沒有趕快出來道歉 沒有沒有 因為他的臉書可能沒有你那麼多 擴極廣大 然後他心裡就覺得說 新的科技當然是很好 可是對於這些年紀比較大的人家 其實PO了這一位 是跟我年紀差不多的人而已 他就覺得說 科技造成人與人之間的冷漠 那我看了這個時候 其實我一直在思考 因為你剛剛說數位 其實是把人跟人連在一起 那那種有些人看到這個數位 或現在什麼都要用手機 就會抗拒覺得我們被 時代淘汰的這個心情 我覺得我一定要替他問一下你的看法 我同意啊 其實像我自己也很少用觸控螢幕 你也很少 對 所以像我剛剛用這個iPad 我也是隔著一支筆 也是隔著鍵盤 那我平常的手機如果不是用筆的話 甚至是Nokia那一種就是翻蓋機了 它是沒有觸控螢幕的 對 那所以如果是一定要我用觸控螢幕的那些APP的話 那其實我也會覺得 為什麼要養成一種依賴性 因為我一旦用觸控螢幕 就會誤以為 就是它是我的身體的一部分 然後久了就會變成它在滑我 不是我在滑它 那個字體的感受會被影響到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那些我是不會用觸控螢幕 盡量不使用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是一定要用觸控螢幕 才能用的一些服務 我就變成好像被歧視 我變成不能用 對啊 所以當初像我們在做口罩實名制的時候 我們為什麼那麼在意說 一定要請鑰師 或者之後便利商店的店員 來擔任你的健保卡 跟口罩中間的那個橋樑 就是希望說是以大家熟悉的 好比像說連續廚房簽的那樣子的態度 或者是在便利商店 可能大家有試過叫車或報水 這樣子的情況 是盡量在大家熟悉的情況 而且有一個友善的人帶著 那如果你在做這個操作的時候 旁邊沒有一個友善的人 或像你舉的例子 是一個不友善的人的話 那這樣確實數位就沒有 把人跟人的連結 它反而把人跟人分開了 所以還好啦 餐廳我想有很多選擇了 以後不要去那一家就好 其實我覺得如果他聽到你這樣講的話 他們應該會去思考這個過程 那我們當然也能體會說 那些餐廳的服務人員 每天要跟很多的大哥大姐解釋 怎麼使用他們的皮吧 但是我這樣聽起來 你是認為科技無論如何 還是不會取代掉人的溫暖 當然不會啊 它是讓我們更多時間來放在彼此身上 而不需要是好比像說 老師如果他批改作業 他那個時間就沒有放在學生身上 那如果科技幫他自動都批改好 並不是說他就不管學生 他多一些時間在學生身上 OK 所以科技應該是為人 不能說為人所用 他跟人是互相爭議的 就是應該是科技是要促進這個社會 親社會的這個傾向 而不是說好像每個人 關在自己的個人的電腦世界裡面 確實是 那這就說到我們即將要使用的數位身份證 對不對 那你一定知道有很多人對這個有擔憂 當然 大部分都是擔憂個資 對 如果要設定密碼 密碼記不住 被人家搶走了怎麼辦 對 還有啊 例如有的人就說 那我如果去很多地方 就是要刷個身份證 刷個ID才能進去 那你不就是政府 就監控我所有的行動 不管去哪裡都知道 像當時那個在便利商店 我們本來的提案是要用提款卡 就付52塊錢 然後順便預購口罩 對 那我阿嬤就是快90歲了 她有推薦一位社區的一位養奶奶 70幾塊80歲 他們就提醒我說這樣不行 因為長輩喔 你只要她輸入提款卡密碼 就算螢幕上面只是寫會轉走52塊 她腦裡會補好幾個零啊 她會覺得說她繼續什麼事都會被轉走 所以後來我們才是用健保卡 而且不用按密碼就可以預訂到口罩 所以也是有考慮到這個心理的反應 就只要介入密碼 大家就會覺得 那是不是好像我的存款要被轉走 所以您的意思是說 大家對於數位身份證的擔憂 就像阿嬤用提款卡 轉52塊一樣的過渡了嗎 不是而是說我們設計服務的人 有這個責任去不需要用插卡的方法 事實上內政部已經有預告完成一個辦法 說不管是公部門或者是私部門 任何要驗身份證的地方 她只能說那我插卡是多一個選項 但她不能夠像你剛剛講的那個無接觸點餐 她不能取代掉本來用就是人工驗卡的這個選項 那我可以有選擇 民眾都可以選擇 然後任何時候如果她強迫你一定要插卡 那她犯強制罪耶 這是不行的 那這個是一個讓大家可以知道我們的選擇並不會被剝奪 對 所以你如果不想要用身份證的背面就是晶片的部分 你甚至把背面貼掉那也沒有關係 你只剩正面就是它的紙本的那個部分 它還是可以通行無阻 那在什麼狀況下一定要用到晶片 沒有任何狀況下一定要用到晶片 沒有任何狀況下 但是有一些朋友好比像說如果你的姓名的那個字是罕見字 那你在好比像說手寫一些領據什麼的時候 對方很可能把你的名字打錯 那或者一些原住民族或新移民朋友 他的那個姓名是拼音而且很長 那所以也很容易說你手動燈打的時候大概就會打錯字 然後來造成一些困擾 那這個時候你插卡的話至少保證 不管是罕見的漢字還是台文的拼音啊還是原住民族啊等等 他不會搞錯嘛 那我們之所以要用數位身份證的緣故是為了讓資訊更正確嗎 對啊就是一種方便性嘛 但如果像我的名字也就是蠻好寫的 那這個情況下對我就不一定很方便 所以我大部分的時候我還是會用它的就是紙本的部分 只是說現有的這個第六代身份證就大家手上有的 它的防偽的技術是十幾年前設計的 而且當時只有保固十年 所以現在已經過了它的保固期 所以我們至少要把這個防偽提升到相當於護照那麼好的防偽 所以變成數位身份證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防偽 對對對 那還有什麼好處嗎 為什麼非如此做不可 就這樣子 一方面是讓它的就是被冒用冒領的這個情況可以減低 那二方面是說現有的身份證的背面有很多別人的個資 有你的可能雙親的名字 如果是有配偶的話有配偶的名字 甚至他住的地方的地址也在上面 所以我們平常生活當中很多什麼患症啊什麼 其實你不知不覺就把別人的個資給了對方 那這個是我們覺得說應該要就是不要這樣子比較好 所以先新版的這個期待證的另外一個目的 就是減少這種不經意的個資洩漏 所以我們現在背面既沒有什麼雙親的名字 也沒有配偶的名字 基本上就只有機器讀取碼的序號 最多在經過討論之後 有結婚或沒結婚是有足跡的 但是也沒有配偶的名字 所以也沒法從這個來推測你的話比像說性傾向 所以這個是在這個更新的時候 同時也會放入很多您對於 例如說人性或者是自由的一個觀念 對就是保障它的隱私 那對於還會擔心什麼想像這個是竊取個資啊 然後會被一個大的資訊系統操控的朋友們 你可不可以給幾句話來化解它的疑慮 我想這個很簡單的一個想法 就是如果你覺得你會記不住密碼 那你就不要用裡面自然品證的部分 那你如果覺得說你不想要用晶片 那你就把晶片貼掉就不要去使用 那它就是一個防偽技術更好的期待卡 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如果有任何地方包含餐廳等等 它就是要求你非得刷晶片不渴 非得去使用數位身份證裡面EID的那個數位部分 非得用背面不渴 那其實是它沒有道理 而且它不能夠強制你去使用 不然的話它可能會吃上官司 是 非常謝謝曾偉哥我們做這個說明 所以各位朋友 尤其是我們大哥大姐們 你能夠親在田南宮 會傳那個什麼 你看長輩圖會傳一些很陰謀的東西 知道啊說我會用腦波操控衛星 對對對 所以大家聽到這個說明 我們還是要能夠走向新的時代去前進 我們讓大家休息一下 嗯 我有OVER一分鐘喔 所以你要減嗎 還是一樣到9 我們一樣到9 好OK 就把事情講完 我們事後再來做一些修整的OK 好OKOK 而且現在才3點5分 對啦 我們時間很充足 時間很充足 我們把東西講好 我等一下把我們本來預計的數位轉型 請教一下正偉 然後後面的時間給我5到10分鐘 聊一下 我剛剛跟正偉聊了 你才不是9分鐘要5到10分鐘 不是啊 我9分鐘聊完這個之後 你再給我5到10分鐘 我想要跟正偉訪談一下 他對於人跟人之間有什麼東西是不能取代 就是我剛才在請教他 像精神分析變成數位置不好好的 你可以給我另外一段 或者證明我有興趣使用 沒有問題啊 因為我們也會做 我們也有一集 對對對 會去預約找你談事情的人 是不是都很年輕 沒有沒有 也有很多長輩 像那個我在CNN訪問後面不是有一個書法嗎 對 那個就是80幾 好像90歲以外長輩性的 對 好 可以 好 來 第四段 好 三 二 我們再來報道全世界 我是鄧惠文和我在CNN訪 是唐鳳正偉 我想請教一下正偉 你是一個禮拜據說有三天有接見任何的人是不是 固定是星期三從早上到班晚 但是因為現在星期三的那個排隊預約的人蠻多的 所以後來禮拜二禮拜五有時候也會十 那如果我們想要預約您啊 就是要有符合什麼樣的條件 才去可以跟您請益 其實任何人都可以 並沒有任何條件的事情 那可以問什麼事情 大概都可以啊 你不管問什麼 我都會往社會創新的方向回答 你可不可以舉幾個例子 例如你最近聽到去請教你有什麼比較有趣的例子 其實我們剛剛所說的就是這叫我的office hour 就是在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我們都會有逐字稿或者是放在YouTube上 兩個擇一的這種記錄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自然來找我的人講的都是有公共利益的事情 就是可以公開的事情 因為他如果是損人利己的事情 公開的他很難看 對 所以通常來找我的還是會講一些公益性質的事情 OK 對那當然呢 也有一些比較天馬行空的想法 好比上就有朋友覺得他發明了永動機 就是可以源源不絕的產生出能源的這種機器 那希望我這個推薦一些應用 或者是說有位朋友他說 應該要幫外星人來建立一個大使館 讓外星人來降落 那但是外交部沒有這個星際科 他不知道要跟誰去討論 那所以也來找我等等 那這個你怎麼回答 對 那這個我的回答的方式 當然這叫雷爾運動 所以我先去了解 他的這個運動的一些訴求 一些想法 而且我也覺得說 確實從太空來看地球 沒有看到國界啊 沒有看到很多 就人跟人之間心連到無形的壁壘 這種想法其實是很有道理 所以後來我也有跟他學習 好比方說 今年我跟國際的朋友們視訊的時候 最後結束的時候 都是會有一個手勢嘛 那就是一個外星人的手勢 說這個就是生勝不喜 繁榮昌勝嘛 這是一個叫瓦肯仁的一個手勢 那這個就發現說 比起這個手勢 比起說任何國家 就是以那個當地的習俗的祝賀 反而這種外星的觀點 在疫情的過程裡面 更能夠把人連結起來 所以其實也有從 就是雷爾運動當中 有一些學習 我相信那位朋友 現在聽到一定很感動 那現在預約牌多久 現在到大概二月 到二月 所以還是可及啦 可期待的一個範圍 那最後想請教你一下 您覺得這個數位轉型 一定是必須不可避免的 台灣的數位轉型 現在有哪些重點 我們的數位轉型 大概分成四個 加起來剛好DIGI 就是Digi 那第一個是Digitization 就是數位的基盤 簡單來講就是寬頻是一種人權 任何地方都必須要有寬頻 那雖然我們當時沒有規劃 499吃到飽 但現在就是499吃到飽了 這個是第一步 那第二步就是所謂的Innovation 就是創新 意思就是說 當有一個新的想法 它可以更好的 把社會組織在一起的時候 不要被既有的 比較成就的一些法規啊 擋路 所以呢好比想說 像Uber剛進入台灣的時候 就有一些爭議嘛 對 但是我們經過這個創新的實證之後 現在Uber已經是一家在地的Q taxi 是一家計程車隊了 那也有Line taxi啊 也有像台灣大車隊啊等等 就是運用Uber的這種方式 不是七成黃色 而是用紅色的車牌 讓你可以用手機轎車 對 所以等於大家是競爭是公平的 但是整個社會都因此有更好的 搭計程車的體驗 那這個情況下 創新就成功了 那第三個就是治理了 Governance 像您剛剛提到的說 我們怎麼樣確保說 對數位身份證 有疑慮的朋友 沒有人去強制它 去使用數位的部分 而是現有的這些光學的 這些識別 執本的識別 流程必須要保留 這個就是治理上面的一個權衡 一個選擇 那它的目的是什麼呢 是第四個就是I Inclusion 就是去把本來對數位 目不關心 或者是對於數位 有所疑慮等等的朋友 無論如何也讓它 用它可以安心的方式 接取到這些數位的服務 增加他們的參與 而不是說 硬要他們來改變他們的習慣 配合科技 而是改變我們科技的做法來 配合大家 那這叫寒容 是 這四點其實大家可以 好好的去拒絕 那你覺得目前台灣 做這些事情的那個 應該說達到了多少 對 距離還很遠嗎 對 當然這個並沒有 就是達成的一天 我們總是可以做得更好 不過從國際的角度來看 我們也已經做得蠻好了 好比像說這次的疫情 就讓我們發現說 像所有的藥局 超過九成都有光鮮 連到健保署 對 那這個是很有效的 能夠讓排隊 不用排那麼長 沒錯 而且及時可以去看 那個口罩的庫存量 對 那這個就非常有幫助 那又或者像說 我們的世界上面 所謂的數位的競爭力 就是國家跟國家之間的競爭 我們想要發展 數位產業的朋友 會不會想到要來台灣 我們今年已經有 超過一千 快要兩千位朋友 拿叫做就業金卡 他就是一個創業家 但他覺得 全世界都沒有台灣那麼好 他就專門來台灣 來發展他的這方面 數位工作 那這個也是 就是我們已經世界第十一名 已經超過我們當時定下來到 今年要十二名的這個目標 所以我是覺得 當然人跟人之間沒有必要比排名 但是國家跟國家之間 確實當我要創業的時候 是類似竹水草而居 我會去找全世界最適合發展 我這個概念的地方 去那邊落地生根 那台灣目前已經是一個 相當好的一個地方 那接下來可以怎麼樣做得更好呢 我覺得我們現在還有一件事情 可以做得更好 就是我們有國家語言發展法嘛 那所以表示說理論上 二十個不同的語言 包含首語 都應該是要有一樣的數位機會 但現在也不諱言 就是主要的優勢語言 你用它來使用數位技術 是比較容易的 但是如果你用的不是美語 而是好比上說阿美語 那就沒有那麼容易 所以我們要確保說 就是所有的在地的 不管固有族群語言 甚至包含新移民 等等的這些語言 它都有相同的機會 來存去我們的數位服務 那這個也是我們AI的技術 可以幫忙的 因為以前你要請翻譯家 現在都可以自動做 所以會變成說這些東西 它也可以就是被各種語言讀取 所以它的資料庫裡面就可以 或者在提取的時候 就可以翻譯成不同的語言 就是這樣子 要有那麼多種的語言 對對對 OK 這是一個非常可以期待的 是 那麼如果我們聽政委來講的話 幾乎會覺得說這個數位轉型的未來 是充滿了光明 那不知道有沒有克服大家的恐懼 的確有一些人會有恐懼的 那最後我想請這個政委給我們寶島的聽眾朋友們 一些增幅好不好 影響給大家新生活 或者說對於個人上有什麼 你最想送給他們的建議 對 其實我們剛剛講到的創新 都是多元包容 循環永續 是讓我們的下一代 在我們登出這個世界的時候 他們的世界 能夠比我們剛登入這個世界的時候 要來得好 那這個概念就叫永續 叫Sustainability 所以很希望大家都一起 來讓我們子子孫孫的這個環境 都能夠比我們剛出生到這個世界上的時候 來得好 謝謝 這是一個非常無私的一個態度 我想這個永續就可以解釋很多很多的事情 好像回答了無數的提問這樣子 那當然大家如果有更多的問題的話 還是可以去預約過晚年 現在預約過晚年就可以見得到我們的政委 那在這麼忙碌的過程當中 您據說仍然親自回覆email 對啊當然 所以寫email給你 你基本上都會回到 對對對 就是一個禮拜之內一定會回 通常是當天回 但是現在質詢期間真的比較忙 所以就盡量兩三天會回 那是因為你對所有的問題都一視同仁嗎 你沒有覺得哪些比較值得回 哪些比較不值得 不管值不值得 我想 我們現在有一個講法叫 大家都有兩分鐘的善心嗎 就是說如果別人要你幫忙 只花你兩分鐘的力氣 也不花什麼成本 那我只是找到相關的資源 一個超連結貼給他 那這個我只花我兩分鐘 說不定省他二十分鐘 但你如果有一百個兩分鐘 就是兩百分鐘的 對 這樣是OK的 OK的 哇 是 我想今天我們介紹給大家 不只是唐聰振偉的知識 還有很多 我覺得更多是他人生哲學的部分 大家有沒有覺得增幅很多 empower很多力量 非常謝謝唐聰振偉今天播空 來跟我們的聽眾朋友一起分享 謝謝唐聰振偉 謝謝大家 謝謝唐聰振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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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讓我幫你一下 可以 我們就比較輕鬆的台 因為沒有預設要放在哪裡 這樣就是一個 小影片 就是personal request 謝謝你兩分鐘 沒問題 沒有問題 OK 時間都還夠了 夠了 沒有問題 好可以 那你就自己抓一下 我這邊還是幫你記事 好好好 沒有我就問個問題 那我陣委回答一下這樣子 我們for我們心理專業 好好 進入學術討論 沒有學術討論 我想請問 還沒用等一下 還沒有 有個小問題 我想請教您 您自己都說到 你常年有使用精神分析這樣子的模式 那在疫情的時候 很多的精神分析或心理專業 工作都是改成視訊 沒錯 像我自己也幾乎有長達八個月的時間 完全都是用視訊跟個案工作 很多的人都在爭議說 到底以前認為分析一定要面對面 會不會太落伍了 太八股了 因應現在的時代 什麼事情都可以虛擬 都可以這個實境對不對 是不是我們心理工作也應該要與時俱進 我想知道您對於遠距工作 遠距心理工作的看法 對 我自己當然有面對面的經驗 但是因為我的分析師是法國人 他在法國 那我畢竟不可能一年十二個月都在巴黎 所以後來我們就討論到一個模式 就是我半年過去過去一個月 那剩下的五個月呢 還是在相同的時間 不過就是台灣的晚上或半夜了 那透過就是視訊的方式 然後跟他繼續工作 那我們這樣子工作了大概五年多 所以有蠻久的經驗了 可以來分享 那到最後停止當然是因為我入閣 因為我入閣 我不可能一天到晚飛巴黎 對 那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也有做一個類似檢討 那這樣的檢討 我跟他都認為說 那個動力確實跟面對面 尤其很集中的面對面 是不一樣的 那個動力不一樣 對那個動力是不一樣 因為大部分的時候 我們就先不講說連線品質什麼 那是技術問題 假設都已經克服了 那那個動力有一個最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我們所在的那個ambiance 所在的那個範圍 就是說我們常常在破冰的時候 會講一個共通的 好不像今天天氣很好 或是說台北今天好冷 下雨了 你熱不熱等等 那但是這件事情 恰好就是在視訊的時候 它凸顯的是雙方的差異 時空的差異 對而伏視雙方的相同 就是巴黎說太陽很大 我們在這邊再下大雨 光是早晨跟夜晚就不一樣 對 光是時區就不一樣 所以這個時候呢 這一面鏡子 就是呈現出它臉的這個鏡子 它會變成一個 當然類似過渡的一個課題嘛 就是它繼承在它 但是這一面鏡子所在的一方 卻是台北的這個時空 沒錯 所以在分析室裡面 就變成有三個角色 而不是有兩個角色 所以動力是不一樣的 那你贊成 應該這樣說啦 你會認為數位 或者是這種遠距離線 可以取代人的關係嗎 所以我剛剛的意思就是說 它其實是我們不得不然的一個做法 就是如果有選擇的話 我當然是希望說面對面一起工作 但是不可能 對 退而求其次 因為我們面對面 已經建立一些彼此的report 彼此的交情了 那在這種彼此支持的情況下 就算我對著它的二維的這個數位的分身 我可以腦補一些格式它 一些頑形進去 但是這個呢 畢竟還是腦補 因為它也會改變 我也會改變 所以如果沒有半年一次面對面 這樣子校準的話 那很可能到最後都是我的頭射 那你也相信 人跟人這個肉體的面對面 其實是有不可取代的事情嗎 對 就是說彼此校準的這個部分 對 那但是當然就是說 如果有看一部叫做Matrix的 《駭客任務》一部片子 它確實是說 那我如果是直接從 腦後方連一條光纖出來 感覺 對 可以把我所有的眼耳鼻舌聲的感官 都用合成的方法 未盡腦裡 那這樣的話 當然所謂的共感也會存在嘛 那但是這個 這條線的頻寬是多少呢 有人算過 是十個Gigabit per second 也就是說 你現在就是要最好的光纖了 才有這樣子的連線量 我們平常的 即使是5G 都只有這個的十分之一 也就是說十分之九都在腦補 所以未來並不排除說 假設大腦機器界面 發展到真的是 Gigabit per second的話 那這些共感的感覺 理論上是都可以用 合成的方法 未盡腦裡 但在那件事情出現 就是全程近視VR出現以前 那我們現在的都是 十分之一不到的頻寬 在那邊腦補 我可以想像現在當然是 在什麼樣的程度 不過你剛剛提到的那個 不排除未來的可能性啊 它能夠未進來的 可能是我們的五感吧 就是目前的感官 會不會有所謂的第六感 或第七感 第八感 那種比較靈性的東西 其實是不可能透過這些感官的刺激 你相不相信那種 確實是有可能啊 但是我們這邊講的 它比較是兩個人之間的report 就是還是比較文明的狀態的共感 一起討論一件事情 一起決策一件事情 那你在講的那種靈性的部分 它很多時候是可能 一個集體的潛意識等等 它已經不是兩個人中間的事情 我剛剛在講的只是說 兩個人開會 兩個人一起做一個決策 或者是即使是分析情境的前期 兩個人在彼此之間互相說 那今天這個天氣很熱啊 等等的這種感受 這種感受當然 因為它都是從外面出發 是可以傳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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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最後一句話 最後一個問題是 做為一個擁有這樣的能力 幾乎讓大家覺得你可以實踐所有的事情 然後我不要說呼風喚雨 老的事實上是有越過風喚雨的人 你怎麼看待命運 對 我是覺得命運這個感受 它是類似一個矛定的一個點 就是說一個人如果他相信命運 那這個相信本身會給他一個力量 他如果覺得說我是天選之人等等 這個本身是給他力量 但是我比較不需要這個是因為 我相信信仰本身的力量 我不需要相信特定的東西 所以我只要保持這個相信的這個感受 那他本身就給我力量 所以我不需要一個外於我的一個命運去矛定 所以你的命運對你而言是你主動的你有信念 或是信仰一個主觀的動作 你並不是依賴一般人在講信仰或宗教信仰的另外一個 都是這樣 都可以稍微做一點事 然後讓未來稍微一點點透過你而來臨 這樣和命運和唯一的感覺 是嗎 好的非常謝謝你 謝謝唐鳳 謝謝 謝謝 好